你可以看视觉效果的第二个 它光这个地图哦 它就有分成了 往下拉之后 它有个叫地图的样式 地图样式里啊 同学可以把它改成像这种空照图 你看 深色 光 灰阶 路段 看到吗 它有很多种图可以改 然后还可以有一种很好笑的作假 就是泡泡 你可以让泡泡看起来很大颗 知道吧 这样 好像卖很多 其实还一点点 就是泡泡可以看起来很大 所以不要相信人家做出来的视觉效果 知道吧 都假的 都可以调 然后再来呢 就是类别标签可以开着 你看类别标签开了后 你的地图就会很清楚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类别标签的文字是什么 知道吗 它都可以改的哦 所以你不要想说 老师讲完这个就没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 每一个视觉效果的内容 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玩的 你可以去发掘一些有趣的东西 要拿写吗 所以这是地图 这是地图 OK 我要继续了 有跟上吗 好 来我补充一下刚同学问西元民国 我先讲Excel的好不好 那个BI的比较复杂 它还要到 还要到那个运算 还没叫运算 不能太快带 会要循序渐进 好 如果是刚交2021的3月15号 那是西元对不对 那假设我现在希望 它同天的时候可以呈现民国 怎么办 它其实就是资料形态 资料形态的改变就好了 怎么改 你点这一个日期后 到右上角这里 这一颗 右上角这一颗打开 打开进来之后呢 它就可以改 那我会接你们用自定比较快 用自定的 自定进来之后 它们有四个英文单字 英文字啦 第一个是Y Y就是西元的年 你只要打Y 就等于是西元年的位置 E是民国 民国年 好 然后呢 M是月份 D是日 好 所以怎么说呢 来在这 在这边Key的时候 你只要打E E 然后例如说MMBD 这样就好了 看一下 它就带回这个日期 知道吗 所以就算你们要连号的 都没有关系 假设你刚才知道了 原来我们在Key资料的时候 不能Key那个连号 可是你主管就是要 知道吗 现在 现在已经不管正确性了 主管要就是对的 听懂吗 它要 你就是想办法伸给它就对了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 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那它如果要连号呢 还不简单 你就给它连号啊 洗号 洗线拿掉就好了 看到没 它怎么连那么好 它要不要顺便 西元加民国一起来 也可以啊 你看 Y Y 那怎么玩 你看一下 好 要四个哦 四个 好 那小姐不拘 来你看 这算好看得懂 就是前面是西元年 后面是民国年的 0315 知道吗 随便拼啦 资料形态就是随便 你要怎么去制定你的资料 你只要输入进去的data是对的 你要怎么展现 真的都可以啦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好 Eseo就是这样 它就是很弹性 所以不要执着 然后各位师祖放下 好 不要执着 正确最重要 OK 好 那这个先讲 确定就好了 确定就好了 好 那我们BI的可能晚一点 因为BI的真的要调一下 好 不要花一点时间 没有那么单纯 好 好 所以这个OK吗 这一段 有听懂 好 我们再往下咯 我们再往下咯 好 那刚才教的这个技巧 老师用的是合并的方式会进来的 对不对 合并的方式 好 来 我们再开新的 因为这个档 如果等会再继续累加 它的资料相同会造成自动关联 很麻烦 所以我们再开新的专案档 好 这个关掉就好 从不从无所谓 好 从不从无所谓 把它关掉 好 再来 下一个的话是 我一样是刚才的情境 但是我不知道主管之后会叫我累加 我以为他要我做每一个月份的 而他如果需要我做每一个月份的分析 我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就会把每一个月份都单独汇入 汇入之后再来拉报表 对不对 逻辑上是这样 所以你看哦 老师如果汇入Excel 我汇入的时候 我没有预期到用资料夹 所以我是单档汇入 例如说我汇这几个 一次人汇一个哦 例如说我把一二月放进来 好 我现在放一月哦 我先放一月 好 所以现在汇进来的资料就只有一月 我就一月自己去做报表 好 那我再放入二月 好 我们再汇一个二月 那汇进来后的工作表名称可以改掉 你等一下才不会就是错乱 他还在会 好 来这个工作表名称改一下 在工作表一上按滑鼠的右键选择重新命名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打一月份的 好吧 一月份的资料 一月咯 好 再来我们看二月 那二月的话一样再汇进来 所以我等于是我现在在做的时候 我是分开的 知道吗 我是分开的哦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二月 好 这是另外一种情境 当二月进来之后啊 我把二月的工作表名称 我也把它改掉 二月 好 重新命名二月 目前听得懂哦 好 那我一月做我一月的报表了 这是一月报表 然后这是二月报表 OK 然后做完之后老板跟我说 哎 再做一张 一加二 请问你们怎么加 听懂哦 我现在档案是不是一月放进来了 我二月放进来了 然后跟我说来再做一张一加二 但我原始data我是不是一月二月各自放 你们会怎么做 你们会把一月二月放在资料夹再会一次吗 对不对 因为我要合起来的档啊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那你是不是变成一月二月你又要重新去对位置 因为你要换地方 是吗 好 不用不用 不用 好 我要教你们接下来动作 好 当我现在有一月报表 有二月报表 我需要有一个第三张表是一加二 OK 我要需要是一加二 怎么办呢 或者是 或者是 你一月做完之后 你没有预期到会累加 结果现在之后可能需要累加 你也可以把二月加在一月之后 知道我的意思 我现在讲的是另外一种情境 好 让你后续可以去补救这些资料 好 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比较难的咯 好 比较难的功能了 您现在 交到现在为止都在外面 这个外面这个界面呢 是Power BI的界面 然后呢 我们刚才汇入资料的这些 它都是 Power Query 汇入资料的功能 它是Power Query做 只是你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它把它做在这个界面里 好像是一个文字的功能而已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到Power Query的真正画面 它在哪里 它在这 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您只要到转换资料的时候 滑鼠一上去哦 都出不来 好 Power Query是BI里面的另外一个画面 另外一个视窗 这个视窗做什么 它就是动资料的 动资料类的都在Power Query里头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在进阶咯 我们要到Power Query里面去动资料 虽然资料感觉像是动 但没有 来源进来还是那两张表 只是在BI里面做操作 知道吗 所以外面的只是大部分都是拉报表 小东西而已 真正强的是在里面 好 而这个视窗它会跟你讲 它就叫做Power Query 编辑器 有没有 对 就是它 这是Power Query 但你不用管它了 反正就记得按转换资料就好 OK 好 进到这个画面之后 它有另外一个视窗哦 它是底层哦 好 首先进来之后呢 会跟刚才的那一张画面交换 左右相反 左边呢 反而是您的表 而这个表它有一个名词 就叫查询 你们发现我刚刚有讲查询 查询呢 是一个名词不是动词 这个名词代表着我的表 我的表 我可以在这边把不同来源的表 集结在一起后 做删除啦 做一个合并 变成一张新的表 所以它的名词叫查询 但不用管它 就是一个表名词而已 好 所以我们这边有1月跟2月份 好 中间一样是表的内容预览 看右边 右边的话 这一个呢 是你现在所点的这一张表的功能 例如说 上面是工作表名称 就是查询表名啊 我就讲工作表名 反正名词 好 下方很重要 下方就是做了什么事 也就是指 当我呢 1月份这个 Essl党会进来的时候 Essl党会进来到BI时 一进到BI中的门 直到你们我们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BI其实帮我做了很多事情 他做了哪些 他做了这4个动作 他汇入资料了 改了导览 把标头往上升接 做了资料形态的整理 他自动做了这些事 那这件事情就是资料清理的逻辑 当你的data一会进来 他就会自动做这些事 我们看到就是干净要的东西 听懂吗 好 所以这一段所做过的事情 他不会不见 他会留着 留着呢 在BI里面称为步骤 也就是我这个档案进来的时候 我必须经由哪些步骤后 才会变成是你们看到的那个结果 而且这叫步骤 那这个步骤其实就很像 Essl的聚集 有听我Essl的聚集吗 聚集就是我在Essl里面 常常重复做哪些事 我以后只要档案进来 走了这一个通道 清理过后 出来就是我要的 所以你可以在这设定很多动作 你设定完这些动作后 Essl资料只要进到这 他就必须经由整理 变成我要的 所以他有点像Wallflow的概念 就是聚集 帮我把很多的资料做整理过 那这个再更进阶 如果你要会设计的话 要懂这些观念 才能够再往下走 好那这边就会有这几个步骤 所以这几个步骤 你把它删掉哦 它就复原哦 这是复原 这是取消复原 然后你如果删掉 这是复原 昂度的意思 从这边复原的 不是从左上角那个复原 好来那我们进来之后 我要做什么呢 首先这里有1月 这是2月 好老师现在需要他们两个 可以累加在一起 所以有一个功能 它叫做合并跟附加 这两个 合并查询跟附加查询 查询是名词 记得 合并查询的意思就是指 这些表被我合并在一起 变成一张新的表 所以查询就是表的名字 那附加查询就是附加查询 OK吧 所以你要搞懂什么叫合并 什么叫附加 了解吗 这两个很重要 针对资料的部分 好那什么叫合并 什么叫附加呢 我们来看一下咯 好首先 合并查询跟附加查询 是有观念的 来附加查询 这是资料库的观念 这是合并查询 好来首先 附加查询请你记得 我的背诵方法是 它是指高度的增加 高度的增加 合并是宽度的增加 资料表的宽度增加 好来我们看哦 合并附加查询 假设老师现在有一张A表 这张表里面我只有三个大栏位 第一个栏位是Lumber Name 跟ADD住址 好然后这里面可能会有十笔资料 我有第二张表 我的第二张表也一样的 有Lumber Name 跟住址 但是我有十五笔 听懂吗 当我把这两张表 整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一样也是三个栏位 但是它有几笔 25笔 看懂吗 所以它把它累加在一起 这个叫高度的增加 相同栏位 不同的记录放在一起 这样子一笔一笔的 我们的专有名字叫Raker 它叫记录 一笔一笔的记录 一个人就是一笔记录 知道吗 一笔一笔的记录 你把它放在一起 只要是这一种情境的 请你记得它就是 附加查询 了解吗 这叫附加查询 好 第二种情况 我们称之为合并查询 好 那什么叫合并查询 例如说一样 我有一张A表 好 我有三个栏位 NO 然后Name 跟ADD 好 那一样呢 我有十笔 可是呢 另外一张表 是什么 也一样有一个NO 但是后面资料不一样咯 例如说电话 例如说那个电话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 住址电话 然后单价 随便啦 单价数量 OK吗 好 这两张表 笔数可以不一样 没关系 但这两张表 它们是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内容 我想要利用比对的概念 让这两张表中的NO跟NO比对 进行比对完之后 抓到相同NO的后面下的其他不同的资料 相同的编号 其他不同的资料 听得懂吗 把它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之后呢 我的表就会变成是很宽 因为它是宽度的概念 NO带进来 本来A表中的name 好 add 跟电话 跟数量 单价 等等的 total有15 25笔 但有些资料有 有些资料没有 听得懂吗 好 这两种情况哦 你就要想的是 它是合并查询 它是宽度的增加 了解吗 所以你们在Eseo里面 有没有记得Eseo有一个函数叫Vlog 它在做的是宽度增加还是高度增加 合并还是附加 合并 Vlog在做的事就是合并附加 合并的方式 合并查询啊 听懂吗 那在BI中有类似的逻辑 但这有一个很前提哦 如果你要做到像这样的合并查询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 这两张表必须具有关联性 它们两个必须要有关联 没有关联就玩不起来了 这一条线就是关联线 必须具有关联 那这个我们晚一点再教 因为它是很重要的资料库的概念 这一段的功能补进来之后 Eseo就真的厉害了 早期Eseo就是缺乏关联 所以当你的资料量一多的时候 你们全部的资料都要用Vlog Vlog V回去本来的一张主表 你会发现Vlog用的越多 你的Eseo跑得越慢 真的 然后到最后就crash掉 就毁了 真的 Vlog是一个很重要 必须要学会的函数 但是它是毒瘤 它是一个很糟糕的函数 它很好用 你们都一定要学它 因为它可以让你比对两张表 或多表之间 资料有没有 资料不要带回来 可是Vlog是造成Eseo 速度缓慢的最主要的主因 因为它会一直在背后 一直执行一直执行 所以 Eseo就是 微软他自己也承认 Eseo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就是Vlog 所以他从2019开始后 改了一个全新的函数 叫Xlog Xlog是支援订阅版 它就解决了Vlog的问题了 知道吗 那BI它也不用Vlog 有这个观念 有这个函数 但不是这个叫法 它换了一个全新的函数了 所以如果你们在使用Eseo的时候 有很多资料必须要V来V去的 真的强烈建议 开始学资料库的观念 把它转成BI的格式 你会轻松非常多 知道吧 尤其笔数多 很有feel 那个速度一下就做完了 我有一次帮师大 华尔文中心 对他们就是考试的 然后他们有每次 每年都有大概将近快上万笔的资料 做考生的考场分配 他们本来就用Eseo做 然后每次Eseo一开 开三分钟 真的不夸张 三分钟一打开 我已经泡个咖啡回来 还在开Eseo 然后他每次只要一下一个语法 都要等快一半分钟 那个承办会疯了 他就觉得好痛苦 就来求助 问我们说怎么办 可不可以把它资料改成BI 那我就把它所有的Wallflow的流程 弄成BI后 在BI一按就做完了 一跑就咻就一按 同一台电脑哦 同样的规格哦 但BI的优化速度真的差很多很多 那是一个很 我做的那个案子 我才发现哇塞 还有feel 不然我平常都跟学生这样讲 我自己没有感觉 他到底多厉害 直到做的那个案子 我才发现 哇有feel有feel 真的差很多 所以慢慢的要 有在重度使用Eseo的同学 一定要慢慢的改习惯的 知道吧 因为很多东西 可以帮助你们提升效率 该跨出去了 不用再卡在同一个点 好 这边听得懂吗 这边OK 来 那我们回来看 那到底要怎么做哦 老师这个例子适合的是 附加查询还是合并查询 我这个例子 附加 对对对 因为我还没有到合并 好 我们回来哦 好 那我们怎么进行附加 好 首先再一次哦 再一次 好 老师刚刚的做法是 先点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好 那转换资料进来之后呢 你先点1月 因为我们1月要 跟2月合并成一个新的 我先点1月哦 然后到右上角找附加查询 附加查询里头呢 它有分成两种 一个是附加查询 一个是将查询附加为新查询 有听懂吗 附加查询的意思就是累加 将查询附加为新查询 就是新的表 所以如果我现在要1加2为新的 老师就要点第二个 第二个 OK吗 第二个 好 点了它后哦 再来 这边呢 它就让你选 如果你是两张表 你就给它两张表就好 如果你是三张以上的表 你就选后面 那两张表也可以选这个啦 我都选它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清楚 来 2月新增过来就好 有看到吗 1跟2 来 确定 确定完之后哦 你看左侧 会变成一个新的附加1 而这个附加1就涵盖了1及2月 原始资料呢 有动吗 没有 其实类似逻辑就是 我们的Excel 本来不是1月跟2月吗 你是会进来的是一个1月 会进来一个2月 它又把这两个再过来 变成一个1加2 有懂吗 它等于是同样是重复索取 同样资料 所以一样的 如果我这个地方有改 这个2是不是会改 上面这个2也会改 对 这是好处 所以才会让 呃 资料运算变快速 因为 BI真正读取的只有两个档 就算我后面不管怎么处理 我就是那两个档 知道我这意思吗 所以它不太一样的新观念 来 附加完成后改名词咯 右侧老师就把它改01 加02 好不好 1加2 好 这样就完成咯 完成之后我们要出去 出去记得哦 因为它这是一个新的 它是一个另外讲实话 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程式 它把它包在一起 所以你这个界面做完之后 你要记得左上角 关闭并套用 它要存 关闭并套用 点它 你才能够出去 知道吗 不然你直接按XX出去 就没有存档咯 刚那个就白做咯 所以其实它们是两个程式的感觉 听懂吗 好 来试试看 1加2 这是一个观念哦 操作没有很难 但你要懂为什么 对吗 好 来试试看 好 来试试看